第217集 无始大帝的法旨 此话一出 姚池当时就炸过了 所有人都忍不住叫了出来 全都盯着这个方位 看着黑黄一下子沸腾了 神指光滑万丈 越发的璀璨了 照耀的天地皆通明 圣辉撒遍每一个角落 让人敬畏而又觉得祥和 一位祖王问道 你是谁 如何确信这是无始的法旨 你问对了 你们听好了 本皇第一次在世间 亮出真正的身份 黑黄扫尸四方站在高台上 我乃无始大帝 坐下护山黑黄视野 姚池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盯着前方 看着他 看着那道法旨 惊异莫名 古族众人更是大皱眉头 黄这个字 有特别的意义 这只狗如此大逆不道 敢起这样的名字 让他们心中不舒服 你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吗 有的古迹出现过记载 武士大帝晚年收养了一只幼狗 短得在人群中开口 是他 听闻过这种密歇 有一些教主级人物惊到 姚池顿时一片嘈杂 一只狗 引发一场大乱 带来了无始大帝的法旨 让人震撼莫名 胡说 本皇乃是天生圣皇 为神明转世 黑皇是大言不惭 什么护山黑皇 那一定是护山兽 被他无限放大了 叶凡等人暗中赋匪 不过却也相当吃惊 黑皇第一次袒露来历 那是什么字啊 为何不能解读 有古王惊疑不定 他们早已看出 这是出自大帝手笔 魂托大圣说道 这是古皇与大帝 悟道后的专用文字 认真观摩后 念出那几个古字 天下无圣 不错 就是天下无圣 盖九优也说道 一群人倒吸冷气 全都惊住了 这是无始大帝的意思吗 发出这样的法纸 让人震撼 不信的话 你们去看 黑皇非常的大方 将神纸寄了出去 一群古王悚然 纷纷倒退 很长时间后 才慢慢的围了上去 观看了梁九 没有一个人说话 全都默然了 一位人族大帝还活着 有阵风他们吗 盖九优说道 我之前就说了 圣人还是引修为好 将这个天下 交给年轻人吧 浑拓大圣神色冷漠 好好好 万族共生 未来一段时期 会很祥和的 他们将这道法纸 请进了瑶池密地 继续商讨 不过 阁调已经定下 任外面众人喧嚣 一切都将落下帷幕 巫师大帝真的活着 在无人之地 叶凡义把揪住黑黄的一只大耳朵 认真地问道 当然 巫师大帝天上地下无双 想把仙都给镇压掉 奈何 便走九天十地寻不到 寂寞万古 无敌时间长河中 大黑狗肯定地回答 他在哪啊 立天双眼冒光 忍不住凑上来 自来熟地问道 我怎么知道 好多万年没有见到他了 估计 进仙狱了吧 一群人实话 而后一起扑了上去 掐住他的脖子 同时间问道 那道法纸怎么来的 妈妈的 你们在亵渎伟大的黑黄松手 黑黄咳嗽 一群人掐得他都快翻白眼了 快说 那道法纸 到底怎么来的 我说 松手 那是五十大地十几万年前写的 被我电床用了 黑黄吐着长舌头 道出了真相 一群人全都傻眼了 这道法纸 竟然是从狗窝里掏出来的 这只狗 还能再离谱一点吗 欺骗了一群古王 大黑狗咕诺 法纸是真的 没有错 但却不是那个意思 天下无声 并不是针对天下诸圣 而是在说一种道德匹性 天下无一人可为圣 世间没有完美的人 天地有损 人意有缺 无暇必毁 先不存事 黑黄神神叨叨叨 说出了几句 他当年也没有听清 只记住了 只字片语 仙 不存在吗 断得自语 而后摇头 言道 这是不可能的 武士大帝说的是 这个世上没有仙 我想他看到哪里有仙 所以消失了 羽化飞升 前往了 另一片世界 四狗 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瞒着我吗 快说 叶帆掐住他不放 小子 你一跑就是十二年 到底在心狱中 遇到了什么 快说 大黑狗反咬 摇池大会很快 就落下了帷幕 不久后 传出一则震惊五欲的消息 天下无声 世间降向安营 是和平的征兆吗 我看是燃血之路的开启吧 古黄的血脉 没有耗损在黑暗时代的 古之大地的亲子 都要出世了吗 有修道岁月久远的人 第一时间闻到了血腥味 小子 你撒手 这一次镇压万卒 若论大功我为敌 啊 关于封神榜 关于乌始大帝的一切 本皇默默做了天大的贡献 足以惊天地 气鬼神 我想问你 小楠楠去了哪 羽化飞生了 黑黄一句话 将叶帆 惊得一个猎气 差点栽倒在地上 小楠楠羽化飞生了 这则消息一出 不仅以叶帆一个猎气 其他人也都呆住了 半上说不出话来 你骗谁啊 快说 他到底去了哪 你是不是将他给弄丢了 叶帆揪住他那棕毛一样的黑亮毛发 真的 我发誓没有半句虚言 我亲眼所见 满天飘花 鲜月阵阵 而后 他就飞向了天穷 怎么追也追不上 大黑狗 指天发誓 当年 吴中天 李黑水 他们遭袭 柳寇直接被人 烘成了血泥 若非大黑狗出现 及时 所有人 就全灭了 那一次太危险了 先有吞天魔宫的传承者 雌雄双煞 后有天皇子那被生神痴的仆人 做山雕 最终 更是走出了神秘未知的残缺九鞘生灵大石头 实在是可怕 黑黄 以震文将几人救走 但自己却被人打中 一道神光没入玉门内 将他展落出虚空 即便他钢筋铁骨 却也四分无裂了 小楠楠从他身上跌落下来 伤心大哭 两只小手用力摇动他 呼唤他醒来 趴在他身上 哭得死去活来 叶凡能够想象那种情景 小楠楠 将他与黑黄当成了最亲近的人 那时他不在身边 只有一只大狗相伴 小家伙一定心伤欲绝 后来追兵逼近了 大黑狗诉说出当年的往事有些失落 小楠楠背起 一边哭泣一边尝试背起他来跑 盘山跌撞不断倒下 我一定会杀了那些人 叶凡攥进了拳头 直接都发白了 最终一人一狗被围上 但就在那时 喃喃的小小的身体 竟泛出一团绚烂的光 天垂祥锐 鲜月阵阵 有如雨化飞升 带着黑黄一起腾向苍穹 别人无法追上 到了雨外 他落下的泪水让我立刻复原了 那种感觉太神秘了 黑黄至今想来 还觉得不可思议 而后 他被一条道光扫落下了天雨 坠在一片大荒中 活了下来 在那一刻 黑黄像发疯了一样 华客大地残文 难得的精准无误 竟直来到了天外 回到了那个地方 然而 却再也没有见到南南 自那一日后 彻底失去了他的踪影 这么多年来 黑黄有大半时间 都是在这颗古星上空度过的 却终是未能再见到小南南 为什么会这样 叶凡发呆 姬子月也轻语 说是可怜的小南南 他非常喜欢这个小不点 每次都想逗他 却这样消失了 其他人也都醋眉 许多人都见到过小女孩 乖巧而可爱 始终不会长大 却这样不见了 所有人都担忧 欲化飞升 谁能相信呢 我结婚了 请认同 请认同